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清藤国际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许馨宜 尔丽塔来接受我们专访 尔丽塔 你好 尔丽塔 你好 尔丽塔 你好 尔丽塔 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 从绘图软体开始起家 做创业 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其实当初是为了自由 真的 可能没有像以往 有人有很远大的报处说 我想要改变世界或什么 其实没有 当初因为我是天秤座 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是 想说不要被时间绑住 结果时间更长 对 结果发现 其实很多人创业之后 发现其实更不自由 员工有下班时间老板没有 尔丽塔 你们开始创业之后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 其实创业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是还好 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针对人员的培训部分 这是让我感觉到有比较大的挫折 原因是因为我们那种求好亲切的心态 可能跟现代年轻人在沟通部分 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是是在沟通这一方面 对对对 所以等于培训部分 一直是我比较大的痛点部分 那慢慢的我会透过一些机制 甚至甚至接近去学习如何留住好的人才 所以是一个功课 对对对应该说是现在每个产业都想要的 对怎么样留住好人才 对对因为现在好人才不好找 对对 然后缺工很严重 是的 那尔利达那你们清藤最当初最当初的初衷 基因理念核心价值是什么 其实清藤刚开始的话是在做所谓的KCAN的软体 导入的部分 软体应用的部分 就是在前面几十年来 那前面几前面十几年下来 我们所做的动作都是在做软体应用导入的部分 那就包含帮我们的教训 教我们的客户如何去应用软体 去画图3D绘图软体这样的动作 那慢慢的在2021年开始 我们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型 我认为我们不是一般的工程技术师而已 我们应该再跳脱出来 我们的工程是一个顾问辅导的角度 那除了会去应用这个软体之外 我的客户如何能透过某一些机制 让他能真正的带一个他们的产品 或是他们的服务能更有加竞争性 这就是我在思考的方向 所以后来你们就有一个清藤学院吗 是 其实在这个部分我常常想说 这可能回归到企业目前大环境的背景 其实想想看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大环境里面可能 业主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些制造业遇到的问题就是 开始已经慢到一个老师傅已经开始退休了 有经验老师傅已经退休了 那这时候就断层产生了 那再来以往的部分 设计部门的档案可能不会到 可能研发部门的档案 可能不会到销售部门那边 所以可能今天 业务部他可能有很多很不错的idea 他可能很难再回归到设计部门这边 所以其实他们都我们称为 我们所谓我们称为的 在我们业界称为技术孤岛 就是没有互相的各部门互相串流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现在大环境 没有问题叫技术孤岛这个部分 那再来话就是又遇到 2050年是必要做的环保节能的部分 ESG的部分 所以他们这也是一个挑战 那另外的挑战就是所谓的 网路安全这部分 企业里面研发单位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 企业里面要有好多的产品配方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老板一般都宁愿把它断成为 科技孤岛的原因 因为如果我今天把产品太开放出来 我有可能就会遇到网路安全的问题 所以可能是说 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机制下 那老板宁愿让这些资讯是断成的 是断来来的 是是是好 那针对除了大环境这部分 再来目前我们的企业主义 也到了在台湾企业主义 普遍都到了个国际化的问题 我常说现在目前产品复杂性均增加了 对跟以前比起来增加 现在你看你知道现在流行性跑得很快 所以产品每一个产品的生命桌子也变短了 我以前大量生产时代可能要过去了 是是是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 个性化产品已经慢慢又增加出来 好多好多的个性化德 所以表示什么 量少量多 哦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企业主义到这 当然在产线上 一天到晚再换产线的产品就够累了 对 然后再来 竞争者数也多了 因为透过网路 拜网路所赐 是 可能竞争者 今天可能在澳洲 可能在印度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不能在以前 我们关在这门 闭门可以造去 可能现在没办法 所以透过这样大环境所遇到的问题之后 我们应该慢慢的去着索 去想想看 我如何 清藤如何协助我们的产业 做了一个有竞争性的产品机制 大概如何去进行 哦 那这样 Blisa你刚讲你们清藤就是要协助企业主吗 是 那你们是要怎么样的去协助企业主 在我们未来这10年度我们想要做的是走出一个建立一个能够有竞争性产品的机制 那我可能会分成三个大标题 大概去因为时间性上的关系 我可能他会做一下 第一个就是走出图片跟文字 然后用技术去推广政策 我们要去做推广政策对不对 我多简单讲好了 各位老板可能有很多人他可能里面有很多产品的3D CAD的党 然后这张图片党或是PDF党很多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成为企业的资源 他不够资讯化 再第二点的部分是走出管理改善 我可能今天就有单纯的导入ERP 一直在管理面这部分 而是应该用应该是用设计知识的部分去推动改善 设计知识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再回来从研发开发设计这一块去着手 那再来第三点就是走出私人店铺盘的个性化经营模式 怎么意思 应该要做鞋做平台 我们要在做科技孤导 所以这个的话他都需要一连串的我们所谓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 这就是未来清藤在做推广的部分 所以你们是因为这样子才有个清藤学院的一个发想 对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现在已经下去了 竟然是国际化的 客户他可能今天 世界各国都有他的公司 那公司可能很简单 我常常讲我有个客户很好玩 他到澳洲设立了个公司 其实公司只是放一些货物 当库存 因为竟然运费这么贵 现在投资世界各地其实很简单 因为地球是圆的 地球是平的 所以已经慢慢的 我们出国都经不是问题了 那我如何透过这些企业组合 到处世界各地在旁 那再来 他可能会有时差问题 所以在两年前就成立了清藤学院的部分 那这原因就是我想要去突破 我去协助老板 让他们知道不论你在何时何地 你家瑞士想要进修或是想要找答案 那检讨清藤学院来 如果在清藤学院部分找的资料 已经不是你们个别各自换应该要的 那我们就会有在派工程师线上连线 或是到场同意 那你们清藤学院里面有哪一些知识或是课程 我们企业组是可以用得到的 清藤学院里面除了一般的软体应用课程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实际的案例 例如说 有实际案例 我们用实际案例 然后去教你如何去应用这个软体 把这实际案例 讨论到软体里面 好 再来 你常常可能会在应用面的时候遇到问题了 那你所谓提到的问题 其实A客户有提到 B客户他有遇到 那你就把知识库的部分 全部放到我们清藤学院里面 所以只要是我的客户 清藤学院的部分 我们就会开张 他给他设计好 哦 所以他不是单纯只是上去看一些知识 他也有一些案例的分享 可能刚好这个案例跟我很像 我也就可以直接运用 是的 如果说真的还不行 再跟工程师联络 对 所以这个清藤学院应该帮助很多的企业组 很大的忙 对 而且也可以帮助他们教育训练 就是培训新的员工 对 他们可能就省去了周测劳顿的时间 可能员工刚新进报到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开拼一个教室 让他们去上课 那当然啦 其实实务上 这样讲每个人可能老板 因为我们遇到的是最第一线的老板这部分 对 常常就有说 哦不行 我没有办法在我们工厂里面上课 因为一下就会被干扰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请 还是会 我们还是在我们工厂的时候开实体课程 哦 就是也可以到你们亲人实际去上课就对了 对对对对 好 那你们未来十年是有什么样的规划 呃 规划的部分呢 我刚刚就像我刚刚在前提也提到 我们想要去建制一个 如何让这个产品是有竞争性的一个机制 哦 是的 让这个产品有竞争性 是 对 所以目前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跟我们的流程有关系 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产品生命周期 不但只是一直去看说 我的损益我管理 我内部成本的部分而已 他所接当然是某一个产品 哪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嗯 他的 他才是公司的一个最赚钱的 嗯嗯 我不知道主持人不知道这个意思 嗯 我讲专业一点 可能在业界或是老板 他们都知道所谓的ERP ERP就是可能内部的管理 企业资源资源管理而已 那他走的流程他是有阶段性的 他可能今天我可能要看 老板可能看2018年 嗯 今年度的损益 是 好那可能算出来 可是他可能没有看到某一项产品 他是一个年型产品 那他可能从刚开始的研发阶段 他可能花了很多的测试阶段 那可能到后来的 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除了从研发开始 嗯 到整个加工制程 嗯 到整个销售 嗯 到甚至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产品 还不能透过服务再赚钱 嗯 嗯 好 这整个的生命周期 他可能过程蛮长的 对 可是如果我们只 嗯 focus在某一年 或20或是某一个时段 他其实看不出来这个 这个明星产品 他整个的历程 嗯 那我们所要做的机制 那你们是帮助他去看到 对我们去帮助他看到 你今天 可能今天客户他接了很多产品 或是研发很多产品 有产品A 产品B 产品C 嗯 其实到最后如果透过这整个流程 产品生命周期 整个的记录之后 你才会发觉 原来我某一项明星产品 是在其中一个产品 哦 可是当初可能没有发觉到 是的 哦 是 嗯 所以这样子 透过你们这样子 清疼的辅导 我觉得对很多制造业产业 是很有帮助的 那 因为最后想起Elita 如果说现在有人啊 很多人对创业 都很有热忱 那如果说他们想创业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呃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一个很好的话题 因为我觉得 呃你们提的这个 我觉得如果能看到 这样子 今天的这样一篇的报导 我们这样的这个 采访的时候 我就不妨下来评一听 因为现在年轻人 就有太多管道了 对 他们可能今天可以 我为了自由 我可能就做一些自由业 那我可能做一些媒体业 这样就好 对对对 但是对于自己知识的增少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 那我想要给他们的建议就是 无论如何 不要放下学习的机会 嗯 或许现在发觉 你觉得好像是不符合使用 但是很难很难讲 你在两三个月之后 两三年之后 你会去应用到它 嗯 那我常常讲 我只想要告诉建议这些想要创业的人 都多读书 对 忘记了我们就说它就是你的气质 是 那如果你记住了这个姿势 你记住了就是姿势 就常常这样讲 对 所以 嗯 只能再多做勉励 嗯 不要再可以努力的时候选择安逸 对对对对 创业机会就会比较成功机率比较高 对 对 就是耳朵建议的很好 因为现在其实真的是知识爆炸 是 对 你不要以为说你是当老板就可以停止学习 然后好像就可以就就的就就ok了就这样子 对 你如果站在原地你就是退步了 现在已经是这样子 那你就是像你讲你要去多一些知识 因为其实老板很多东西很多层面 是自己就要懂的 你不能去依赖别人 你如果依赖别人 当然你的成功率就比别人小 所以就是像你讲的多读书 可能就像你讲的 不见得一定说一定要去看实体的书 但是至少你要多去网路上搜寻一些资讯 多看一些影片 多增加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对你的创业会很有帮助的 是的 是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青森国际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许姓云尔丽塔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尔丽塔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